今年SHH有個非常明顯的趨勢 就是貴的非常貴而便宜的越來越便宜 去年瑞士棕表業面臨了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 最嚴重的衰退 所以品牌們推出的作品 就朝向了兩極化的極端發展 為什麼越是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品牌越要推出天價的錶款 這樣做有兩個好處 首先金字塔頂端富豪收藏家的購買力 其實是完全不會受景氣影響的 只要有好東西 再貴他們也要買 對品牌來說 只要可以精準地抓住客人的需求 然後數量夠少 這樣的手錶絕對會被一掃而空 另外在別人都擔心害怕 小心保守的時候 你逆勢推出一款厲害的話題大作 也可以集中所有的目光焦點 達到更有效的行銷目的 去打響品牌的聲勢 在今年SH上面 你只要問大家 最喜歡哪一款錶 最有印象的是哪一款錶 大家的回答都是 薑石丹頓 薑石丹頓今年推出的這款格樓工匠天體操作複雜 3600碗錶 完全符合我們前面所說的條件 它的功能非常厲害 而且全世界只做一枚獨一無二 事實上它是一枚定制錶 所以薑石丹頓並沒有透露它的價格 但根據估算 這枚碗錶的售價絕對超過100萬美金 也就是3000多萬元台幣以上 這枚超級大複雜碗錶 是薑石丹頓目前所製作過最複雜的碗錶 它結合了23項複雜功能 其中包括陀飛輪、萬年曆 以及天文、星象、潮系、時間等式 日出日落時間等等 最厲害的是 它的機心裡面共藏了6個發條盒 動力儲存長達21天 而這麼多功能、這麼多零件 全部都塞進一個直徑45厘米 厚度僅僅13.6厘米的微型空間裡面 這真的非常厲害 我覺得我最喜歡它的地方是 因為我們發現過往的 所有的輔達功能錶款 你加了三種、四種、十種的輔達功能 你很難避免錶要非常的厚、非常的大 但是這支錶是非常適合手帶的 然後它的厚度僅僅只有8.7毫米 所以它已經打破了很多天文錶 很難配戴的一個框架 已經一亮的地方 我覺得它在字體的選擇 面盤功能的布局上面 設計師都很成功地抓到 當代扁平化設計的精髓 然後再把它巧妙地融入 傳統的高級製表之中 讓功能原本是非常傳統的大複雜 也可以散發出現代感 而且變成是一款平常就可以佩戴的碗表 下一集我們將會繼續介紹 Global Foset非常驚人的 陀飛輪大字名碗表 敬請鎖定我們鏡表製頻道